国道又出现恶意挡车的事件 一位女驾驶带着家人出游 却遭到砂石车横挡蓝车 甚至下车垂窗呛吓长达两分钟 即便富人在车上苦苦哀求 但是砂石车驾驶依旧火爆 不甘心遇上恶劣的砂石车 女驾驶将影片PO上网 但是砂石车司机嚣张呛吓的行径 已经让一家五口饱受惊吓 小客车行驶在台巴尔斯县 高速公路台南路段时 一台砂石车马上从外线切路 直接拦车甚至下车猛敲玻璃 不好意思啦 我没有要背包啦 我没有 又是敲门又是呛吓 砂石车驾驶 疑似不买小客车 阻挡他超车怒呛行径 相当嚣张 没问题啦 没问题 你不要 弟弟你笑 没问题 对不起 呛吓过程 这长达快两分钟 一家五口在车上真的求助无门 但在国道上 恶意拦车的嚣张行径 砂石车驾驶就得先吃上一条危险驾车 没有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 在行驶途中任意 骤然减速 刹车或一车道中暂停 除了六千以上到两万四千元以下的花怀 虽然叙后这名零行驾驶 为当时的冲动行径感到懊悔 但呛杀理论早就把一家五口下得惊魂未定 该负的责任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简单了事 记者马云龙王玉成高手报道